兄弟们 星途遥光CDM电视区终于拿到手了 这台车因为后轴多了个电极 使得它从之前的四连杆变成了HB后连杆 以及它的电池现在30多度 纯电续航是有200公里的 它对于后排的承轴空间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台车轴距还是原来的2800毫米 大家可以看到 我坐进来 前面已经是我的驾驶桌子了 空间腿部两拳多 头部一拳 一指 整个的空间放在这个级别里面 还算是挺不错的 而配置方面 这个是一个中配车型 而如果是高配的话 像后排的座椅加热 后排的电动调节都是具备的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老板件 还有这个储物空间 以及下面有一个A口一个C口 这个配置满足我们日常使用 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我发现 因为这次这个大电池 可以看到整个地台的高度确实对比于一般的SUV是高了一点 而我的身高又是达到了一米八大长腿 所以可以看到 确实这个承托并没有那么的到位 如果它的这个座椅的高度再做高一点 因为其实它的口部空间还是蛮充足的 包括它这个座椅靠背又是可以往后倒的 所以如果把这个座椅角度更高一点 或者是它的倾斜角更高一些 对于高个子的用户整个的乘坐体验整个的舒适度就会更加的好 接着我们再来到它的后备箱 看一下 因为它是多了一个后轴电机 以及变成了HB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深度 放在这个级别也是挺不错的 像我这种往里面去伸才可以勾到 而整个的配置呢 如果加上一些小挂钩 整个的实用性就会更加的好了 打开这个盖板 可以看到像这种充电枪 还有这种反光衣都是有的 以及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而再往下就是一个后轴电机 我觉得星途已经把它能利用的空间 都发挥的挺大极限的 那对于星途遥光CDM电视区 这台车的空间表现和舒适度表现 对于日班的家庭去使用的话 以及我们平时出去玩 放一些露营装备或者是节假日 拿一些特产什么的 这一个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够用的 那你们觉得呢 是我们下期再见 注意 阳香港